14號載去 六港重建樓發生一間車合意外 這個地方沒有斑馬線 但南柱在晚上在這裡看過鄉王山穿過賣囉 途中不兴向八十五歲 封鎖南柱收家屬的車輪到 而且家屬也沒有下車雜看就離開 載到台湯200公斤之後 就讓烈心的民眾走下去 南柱走去樓口 馬上用早的準備穿過賣囉 但途中向一台車輪到 當地基民表示 這個路段兩個斑馬線的距離台湖幾百公斤 很多人因為方便都會直接穿過賣囉 家屬車輪廊大車輪也快 經常發生意外 在今天早上10點9分的時候 在中正路261號前 有發生一件製小客跟行人的碰撞事故 那警方調查在現場的製小客車 有死離現場離現場兩百多公尺遠 那本案警方調查 那駕駛車輛的楊男85歲 那經久車子為0 那駕駛自小客車行進該地時 以楊男所述 他是車輛去維修之後 要返家過程去查看車輛是否正常的過程中 那與當時40歲離男 在穿越道路時發生碰撞 那本件家用事故造成離男送入港基督教醫院急救中 那主要傷勢集中在頭部跟胸部 那人員目前是入機之後轉送張機 目前還在急救 發生意外了 然後駕駛加速沒有下車輛 就離開現場 塞台有兩百公尺 才讓旁邊立心臉將給帶走 依據楊男的說法 他是高齡者 撞擊之後 那因為他一時驚恐 不知如何處置 那所以離開現場 那這部分 實際造勢逃逸的原因 警方還要再做調查 那是說要去哪裡找誰幫忙 他目前的了解是 他要通知他兒子去了解說事故的狀況 那我們後來怎麼把他抓到呢 警方在逮捕過他的過程中 是有另一名熱心的民眾 路過時發現這個造勢的經過 那於現場兩百多公尺外 將他車輛燃停 對住警方是在處互用 船完買路應該遵守交通規則走斑馬線 加速加速發生意外事故 應該保持冷靜 留在那現場保安處理 表面造勢逃逸時都更嚴重的行政 新中華新聞 莎良清六甲 蔡宏報德